美國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是50個州所組成的聯邦 美國憲法也規定 只要通過國會同意 就能加入聯邦 但從1959年阿拉斯加、夏威夷一路續加入後 50個州就維持到現在 那現在有哪些地方 有可能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呢? 我們先來看看加入美國要有哪些條件 第一 該地一定比例的人口 贊同加入美國 按當地法律為準 第二 該地要擁抱美國價值 遵循美國憲法的公投 第三 該地政府不能破產或有嚴重的債務危機 講完遊戲規則後 那有哪些地方排隊等著加入美國呢? 首先最有可能的幾個區域 第一個是華盛頓的哥倫比亞特區 在今年6月美國眾議院投票通過 承認華府為第51州的法案 接著只要送參議院就可以通過 在美國建國之初 創始13州就屬費城紐約最大 也先後成為首都 不過南方各州 不願意把首都設在北方 但他們南方更多的是廣大的棉花田 也沒地方建都 雙方就首都要設在哪裡 炒了很久 後來各方妥協後 決定在南北州的中間地帶 馬里蘭和維吉尼亞交界的馬克河 畫一個面積100平方公里的零行區域 興建一座星辰當作首都 1790年 美國國會通過首都選職法 當時擔任總統的華盛頓 並在靠近馬里蘭州的地方 畫了一塊地 這就是華盛頓地區的由來 同時美國的開國先鮮們 認為首都不應該受到州政治勢力的影響 應該保持中立 首都代表聯邦中央政府 我也怕中央政府所在的州政府 可能在行政上對聯邦政府產生影響 因此華盛頓DC不屬於任何州 也不是一個州 它就是華盛頓DC 國會也獲得對該地區立法完全控制權 這樣看來作為首都 是聯邦政府的行政中心 是不是就有至高無上的特權 沒錯 美國首都剛好就是特別媒權 很長的一段時間裡 華盛頓特區的居民是沒有投票權的 因為根據美國憲法 只有州選民才能投票 和擁有國會議員 但華府有70萬人口 人口多於馮蒙特、懷二民等州 人均聯邦稅額也高於全國 但因為屬於特區 無法想要完全自治 也只有一席綜藝議員 還只能在不能影響結果的情況下投票 但議院則沒有任何席次 說話完全沒有話語權 直到1961年 美國通過憲法第23條修正案 華盛頓人才首次獲得選總統的權利 擁有三張選舉人票 這時可距離美國建國160多年了 但華府從1964年總統選舉以來 每一次都是民主黨的大票倉 共和黨自然不會公所送出 一名有投票權的眾議院代表 與參議院兩席議員 所以即使通過眾議院法案 華盛頓人特區要傳美國的一個州 路途還很遙遠 接著呼聲最大的是普洛里各 普洛里各是美國在加拉比海的直直邦 哥倫布當年發現新大陸後 就一直被西班牙殖民 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 美國擊敗西班牙順勢占領波洛里各 1952年制定憲法 成為美國的直直邦 同樣在1950年代 波洛里各的獨立黨不斷鼓吹社會主義風潮和獨立之風 美國也同意波洛里各的獨立公投 但一直到現在 想獨立的人都在少數 畢竟獨立後外交軍事都要花錢 今年11月3日進行總督選舉外 還有另外一項選爽的 投票內容是是否成為美國第51個州 結果是52%贊成48%反對 59萬選民贊成建州 比任何一位總督候選人得到的票還要多 波洛里各居民約320萬 依照美國法律是美國公民 但除非辦到美國本土 否則不能選舉美國總統 如果真的建州 波洛里各可能會有5-6張選舉人票 而波洛里各的選民大多支持民主黨 又給了兩席參議員 所以共和黨絕對會反對到底 且波洛里各太窮 大概是台灣40年前的樣子 累積了730億美金的債務 美國可能也不想接這個燙手山芋 短時間內波洛里各想要建州也是很難的 接著第51州除了加入外 他又從美國內部各州分裂出來 美國各州可能因為地理文化因素 導致一些地方會想獨立建州 像是緬寅州最早是馬賽諸塞州的飛地 但在1820年 同意了迅奴州密蘇里州加入聯邦 而美國國會為了保持迅奴州與自由州的數量軍事 也同時依許緬寅州與自由州加入 所以由現有的州獨立出來早有先例 目前呼聲最大的是紐約市 紐約市就位於紐約州 而紐約州是美國開國的創始會員 很長一段時間是美國人口最多的州 目前則是第四大 紐約市也是全美最大的城市 整個北美第二大城 在全世界享有高度的知名度 紐約州人口有1945萬人 而紐約市就佔了840萬 長近一半 從南北戰爭時期 就有紐約市獨立成州的聲音 直到最近的總統大選 明顯紐約市的五個行政區 投票性向和大部分的紐約州選民不同 所以他們一直想分出去 而共和黨這邊是同意的 因為這樣紐約州就不會被人口多的紐約市綁架 遊光從大南州變成搖擺州 而紐約市本來就染到見骨沒差啦 我們翻開美國地圖 中西部各州大多是方方正正的 但看一下艾達河 卻意外頭上長出一條狹長地帶 與加拿大領土相連 這塊地叫做艾達河峽地 會有這麼七星的形狀 要從它的歷史說起 最早整個艾達河與蒙達拿 都屬於華盛頓地區 這個華盛頓不是華盛頓DC 而是現在西雅圖所在的華盛頓州 直到1863年 林肯總統簽署艾達河領地法案 把艾達河分了出去 這時艾達河地區非常大 包含了艾達河峽地 與現在蒙達拿州與華盛頓州大部分的領土 並選定西部邊緣的劉伊斯頓作為首府 但隔年艾達河領地要開會時 有一位來自蒙達拿的代表 不願意千里迢迢到劉伊斯頓開會 因為他得先越過險峻的比特魯山脈 然後沿著哥倫比亞河才能到達劉伊斯頓 第二年 蒙達拿就退出艾達河地區自己獨立了 也因為那該死的比特魯山脈 蒙達拿也不要山脈也吸領土 所以艾達河領地就留下那狹長的地帶 成為艾達河峽地 艾達河峽地與艾達河的南方領土 本來就被山脈組閣 一直到1965年 95號公路物建成前 兩地的交通非常不方便 隔年艾達河又把首府從劉伊斯頓潛到波西 這些兩地更難交流了 同樣問題在艾達河峽地西部的華盛頓州也有 華盛頓州全境被克斯科特山脈一分為二 而該州的行政中心奧林匹亞 和最大城西雅圖都在西部沿海 東部內陸較難管理 東部的最大城斯波坎 與艾達河峽地最大城市科大輪 他們中間沒有地形組閣距離也非常近 所以兩大城市連成一個大都會區 但離他們各自的州政府都非常遙遠 因此這兩個疊不疼娘不愛的邊緣人 很自然地想走在一起成立一個新州 並以林肯總統命名為林肯州 密西根州也有類似的問題 密西根州在1805年利州 包含上下半島 兩者之間被密西根湖鎖割 下半島是密西根州的統治中心 雖然上半島約占全州面積的29% 不過人口只占3% 也因為長河間的分離 兩地文化和政治都不同 所以上半島很想自己獨立出去 要是上半島建州成功 那麼將會是人口最少的州 只有31萬居民 比目前人口最少的懷樂民州 還少了16萬呢 美國東部的德瓦馬半島 也有獨立成州的聲音 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 半島分別由德拉瓦、馬里蘭和維吉尼亞 三州所分聚 所以當地鄉民只有統一整個半島 成立德瓦馬州的決心 不過新成立的德馬瓦州 也不會是美國第51個州 因為德拉瓦州會消失 接著還有加州、德州的分割案 長久以來這兩個州都因為人口眾多 擁有較多的眾議員席次 導致其他州的不滿 所以常常有把加州、德州一分為3 甚至一分為6的提議 不過這兩個州分別是大安州與大紅州 分割的阻力也非常大 雖然每年都在炒 但是困難重重 國外一些國家會地區 也有加入美國第51州的聲音 不過多數於政治嘴炮可能性微乎其微 加拿大、台灣、香港、日本、韓國、菲律賓 澳洲、以色列甚至是英國 另一部都有加入美國的聲音 或是被戲虐為51州 隨著這裡大概只有美國這個國家 強大到的人都想加入吧 感恩節快到了 下一期我們來聊聊真實感恩節的由來 1620年 剛好是400年前 滿在千教徒的五月花號地打新大陸 我們印象中感恩節就是印第安人救助移民者的故事 但實際上還有更為可靠的版本 不會藉由迪士尼風中奇緣 包括家康帝公主和五月花號的故事 來聊聊真實感恩節的由來 不要錯過精彩的美國史了 而美國總統選舉 目前算不正義指控拜登坐票 而講到坐票 怎麼可以不提咱們台灣的坐票史呢? 下下期的聊聊 1970年代的總理事件吧 故此發生的背景、外交局勢經過和影響 一起回到台灣的前天年代 我們下期見 掰掰 粉水域多次溺水 禁止游泳 嗨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新竹縣的關西鎮 關西就是本人的老家 雖然不是在關西出身 但我的祖先老巢老家就在關西 那我們今天來到我的老巢關西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東安谷橋 看到沒有 非常的beautiful 這是日治時代的老橋 來 我們來看一下吧 這個橋歷史就快接近100年了 1933年到1935年建造的 原本是一座古橋欸 那像有什麼兩座呢? 因為這個消通量日益健大 所以又完美的複製貼上 復刻一座橋 這兩座古橋呢 我剛剛研究一下 哪一座是新的 哪一座是舊的 你知道嗎 攝影師 何以建得 這看起來很新是不是 對啦 我也覺得這座看起來比較新 這座有可能是現代政府在民國92年複製貼上的 那這是日治時期1933年建造的 是一個五拱門的拱橋 那我覺得這有點可惜的地方是哪裡可惜呢? 台灣其實各地都有這種 美美的橋在日本時代建的 那有時候一個礙於地方發展 車流量大 那這種古橋 漸漸的不堪使用 因為它只有一個車道 然後就把它拆掉 建成那種四線道八線道的大橋 像台北的中山橋 你知道中山橋嗎? 就是從 這個圓山通往士林那座橋 以前也是很美的中山橋 那後來被政府拆掉了 那現在也沒有裝回去 蠻可惜的 在都市發展與維護古蹟 能不能兩全其美 那這個可能有點困難 但關係正可能 因為不像台北這麼熱鬧發達 所以完整的保留下來 我覺得非常好 那我們今天還是要來看一下這本書 縱觀百年西亞 是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那在講什麼呢? 就是在講阿拉伯世界歷史 我們現在想到伊斯蘭教阿拉伯世界 都是很負面的 伊斯蘭教是恐怖份子 都是一些可怕的國家 什麼伊朗阿 伊拉克阿 敘利亞 戰亂 糾紛 全部都是負面的 那其實 這本書就想要扭轉 我們這種看法 那我們現在覺得 阿拉伯世界 伊斯蘭世界很亂 那是因為 我們接受媒體跟我們說 都是恐怖份子 我們台灣的媒體是吸收 這個CNN阿 還是一些西方主流媒體 媒體其實很重要 我們一直被洗腦說 阿拉伯世界不好很亂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也講過這個觀點 西亞 跟阿拉伯中東這麼亂的原因 其實是 不只是宗教 它的歷史 最可惡的是誰 就是一些西方列強 那西方列強現在 反過來指責說 那伊斯蘭教是世界的亂源 什麼911恐怖攻擊 那伊斯蘭國 這些恐怖份子 反過來指責這些不好的 那實際上 他們才是真正的兇手 就這本書所講的 為什麼我說西方列強才是真正的兇手 那我們實際回到100年前 這個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 那時候 西亞的霸主還是 是俄圖曼圖爾旗 那在俄圖曼圖爾旗的管制下 雖然俄圖曼帝國已經衰弱 但他們還是有控制了這個 今天的什麼敘利亞 伊拉克阿 還有這個阿拉伯地區阿 那都是 還在這個俄圖曼圖爾旗掌控之下 那 這個多民族 多宗教 不要說 伊斯蘭教很單一 伊斯蘭教下面有很多派系 什麼蛇葉派 遜尼派 蘇菲亞派 這些多民族 多宗教 在俄圖曼圖爾旗帝國的控制下 他依然維持著一個秩序 因為俄圖曼 他的管制非常鬆散 他非常包容各個宗教 你信基督教沒關係 亞美尼亞不是信基督教 你只要繳稅 那我就讓你信你的教 我政府也不太管你 給你這個充分的自治 這個伊斯蘭教案結束之後 這個英國跟法國在這個 中東就想要分一杯 跟因為 他的地點好嘛 連接歐洲 非洲跟亞洲 那又有這個石油 那時候已經挖出石油了 所以 英國佔領了伊拉克 那法國佔領了敘利亞 那在這個 英法兩國的這個 切根分根下 明明這個地方就一個民族 依照這個威爾遜民族自覺的 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覺說 一個民族就要一個國家 那 英法兩國才不管你 我這個老牌殖民國家 你這個 美國不是這個 剛剛成立不到一百多年的國家 敢跟我那邊大小聲 說這個民族自覺才不鳥年 所以 這個伊拉克啊 敘利亞啊 尼巴蘭是約旦 你就被分割成一些不同國家 像這個庫德族 他一個民族 分裂在這個伊朗北部 伊拉克北部 還有敘利亞 還有土耳其 導致這個 庫德族三千萬人 至今沒辦法獨立 然後 被這個土耳其政府驅趕 被伊拉克政府驅趕 那 美國也背叛他 美國一開始也說 我要幫助你 那 那最後 在這個各國利益 喬來喬去之下 那庫德族的利益就被犧牲了 這個為什麼西亞這麼亂 實際上 這是我們列強的錯 這是這本書的觀點 那這本書非常具細迷移的講 從第一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那這個西亞的分裂 的這個歷史 比較不同於這個主流觀點 主流觀點是說宗教很亂嘛 那他把這個歷史 帶進去 其實這個東西我有講到啦 但說到 我之前不是有講這個阿拉伯歷史嗎 說這個 罪魁獲守是英法兩國 他在阿拉伯勢力的 有分章 我們本頻道的這個文案之一 游侠佐羅 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這個歷史學者 我把這個文案交給他的時候 他看了之後就這個痛罵我一頓 說這個英法兩國啦 其實是在那個地方維持秩序 這個他們是比較有經驗 有治理國家的經驗 在地方維持秩序 那庫德族跟阿拉伯人 還有這個伊朗人 那些地方才可以和平共處 那如果沒有英法兩國 在這個地方自理 可能會更亂 游侠佐羅給的是這個觀點 那是不是正確的 可能思考一下 游侠佐羅 如果你看到影片 你可以在下面長篇大論好不好 那這本書 我們抽出五位 創意觀眾 三本給觀眾 那麼給VIP 那這樣子囉 掰掰